所以他們主張應該有台灣生活裡面日常非日語的日常語言 用來做文學的表達 那也就是台灣版的我手寫我口這種運動 那麼在中國 中國是一個方言非常複雜而且廣闊的一個國家 可是在中國大陸由於它是一個大的文學語言的環境 它是一個單一的文學語言的環境 魯迅可以講紹興的方言 可是他可以寫一首非常非常好的中國普通話 他的普通話我個人來說 我覺得是一種奇跡 在中國的白話文還在實驗的階段 還剛剛生下來的幼稚的階段 他在個別的文學表現上已經超前很多 而且用今天的眼光看起來 對我來說魯迅的這個語言還是非常非常之好 不只是語言好 而且它標點符號的用法比金人還要精確 這是後話 那麼原因在於中國有一個統一的一大塊的一個文學的環境 文學的這個 在這個環境裡面 個別的生活裡面可以用方言 可以在報紙雜誌 這個複刊上面用的是同一個方法 那這樣的環境呢 在當時殖民地下的台灣是不可能的 雖然有很多有志志士偷偷的看大陸的出版品 也非常艱難的學白話文 像賴河吧 他受的教育是舊文學的教育 他為了響應這個白話文學 他就先用那個文言文寫小說 寫完小說以後再把它翻成白話文 那麼他為什麼這麼辛苦 我想很重要的一點 就在殖民地下 他不願意放棄自己的種性 不願意用日語寫作 堅持抵抗這個童話的運動 然後保持中國人的種性 那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點事情 那在那個時候 所引起的所謂的台灣畫文的論證 起因在於文學的工具 可是後來就實際上發展成一種政治上的論證 那麼跟今天的台灣獨立派的朋友 所想的不一樣 有些人說你看台灣人 那麼早就有台灣人的自覺 就要用北京話 要用台灣話來寫作 其實不然 其實並不是這樣的 那麼主要跟這個 中國白話文運動一樣 所謂白話文的運動 主要是覺得舊的文學 跟舊的文學語言 已經失去了指導人生 跟指導戰鬥的這種功能 特別在台灣當時呢 由於日本的幾任總督都能寫漢字 寫著書法 而且能吟詩作對 這樣收買了當時大量的 台灣的那個上層的 世代夫地主 世代夫階級的這個 舊詩的詩社的文人 收買了當時的這個 台灣的世代夫階級 使得當時的詩社變成 跟日本官僚應酬 所謂的一種文學 在這樣的情況下呢 那就覺得這個 舊的文學已經死滅 那他必須用 現代的語言來寫 首先是學白話文 學白話文呢 我剛剛所說的 因為台灣 由於變成日本的殖民體 跟中國隔絕了 所以沒有那麼一大塊 這個共同的文學環境 所以有些比較著急的人 為了喚起民眾 為了宣傳鼓動 覺得用白話文都不行 所以有兩派 一派就是主張用羅馬話 一派就是主張用台灣話文 來入文學 那麼那個爭論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比方說主張用白話文 主張用白話文 反對用台灣話文的 不是說現在統獨的爭論 而是說 為了勞動階級的文學 最好是用Esperando 就是用國際語來寫作 可是用國際語來寫作 人類還沒有到那個階段 到那個階段 不曉得還經過多久的時間 所以用台灣話文 只有廈門、漳州、泉州 跟台灣的人能懂 台灣的人呢 客家化 客家系的人還不懂 所以不如用全中國的勞動階級 都能統白話文來寫作 他們是以這個方式在爭論 他們是以這個方式在爭論 所以 這個 台灣 當時的這個 這個 這個 1970年代的 相同學論證也是一樣 實際上 他的 論證的本質 不能到最後 歸結到政治的這個本質上來 所以我今天晚上想要談的 並不是這個論證的本身 而是引起論證 為什麼在70年的台灣 在1950年代以後 經過整肅、肅經以後 左翼的文學思想跟文學思潮 基本上連左翼的人、組織、哲學、社會科學 一起被摧毀以後的這個20年以後 為什麼產生相同文學論證 這樣的一種 完全跟當時台灣的冷戰、內戰的意識形態 完全相反的文學思潮的產生 那麼 我並不是以學者的身份來討論這個問題 而是因為虛長幾歲 經過了那個時代 作為親身經驗的人的一種體會 來向大家做一個報告 首先呢 先從外部環境來說起 他們這個就比較切身的 我想那個陳老師 他們就很清楚了 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 初期在美國興起的一種思想運動 非常奇怪的 在當時全世界的資本主義 正在警惕非常好的戰獲的10年 跟20年的時代 反而在60年代末期 跟70年代末期 展開了一種對自己的這個價值 跟社會體制 教育體制等等的一種反思的運動 那麼 雖然這個原因眾說紛紛 可是大家比較同意的就是 當時美國在越南進行了一場 深陷入到尼納裡面去的越南戰爭 越南戰爭失老無功 就產生了很多的矛盾 比方說1983年我第一次准許到美國去的時候 一下飛機就碰到Greneda的戰爭 就是美國出兵 隔瑞內達島 那我就在電視螢光幕看見 美國大兵就這樣登陸 然後 在我來說是一個放膽的 白日之下的侵略的一個軍事行動 他說我就在每天的那個電視螢光幕上看到那個 我想到過美國人都很清楚 就是當場就有一種民意調查 就覺得美國打得對 美國這個軍事行動是正義的 或者是好的 那邊的數目不斷地往上爭 那麼認為美國這樣不對的數目是永遠掉在兩位數 很難上爭位數 那所以我非常切身感覺到 美國是社會的那種保守的性格 以及它很容易走向戰爭的這麼一種旗幟吧 那麼再看最近的這個海灣戰爭 那經過越南戰爭的經驗 美國在戰爭宣傳上遠遠進步了很多 所以在大眾傳播的操縱之下 那這個薩丹布森呢 真是全世界的一個大惡魔已經變成 是吧 美國是個正義之師 是吧 數戰四決 連中國大陸的聽美國聲音的人都覺得非常過癮 美國打了一場非常好的戰勝 那麼這個呢跟越戰就很不一樣 越戰施勞武功大了 非常非常長的一段 我們十日 那麼美軍的死傷也非常慘重 這種戰爭越拖長 越能顯示出戰爭的本質 跟戰爭的這個非理 理由的理由 非理的性格 反而像格瑞尼達島或者是台灣戰爭這樣 數戰數決 才能夠掩蓋住 大家在還沒有體會過這個戰爭的本質以前 美國已經戰勝了 所以這一場越戰打下來呢 就打出了很多很多的問題 那麼我想像陳老師 我們何老師也是一樣 都很熟悉的一點 就是說在越戰的70年代 就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 開始有對於越南戰爭開始質疑 對於反對 本來以為這是美國支持民主自由的戰爭 維護越南的民主自由 防止北越共產主義擴張的 這麼一種正義的民主自由的戰爭 可是後來就越來越受到懷疑 那麼甚至開始質疑到 美國帝國主義政策 或者是軍事擴張政策 甚至進一步開始去尋訪 去探究 像切、ケヴァラ 或者像克斯索 或者像胡志明、毛澤東、周恩來 這些跟美國對立的 在美國傳播教育裡面被塗黑的 或者塗紅的這些人 那麼反而這些人的正義性 或者是他的英雄的傳奇 被大学校园里面的师生所传送 第一个是对于越南战争的质疑 接着从加州大学展开的所谓言论自由运动 我们当然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不是美国是一个言论自由的中心地带吗 怎么会有言论自由的问题 实际上美国学生开始质疑他们的课程 他们的学科 为什么掩盖了在美国非常重要的 这个黑种人民的生活跟社区跟他们的历史的问题等等 以及美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当中的很多很多的问题 那么认为美国的 那么所带领的全美国的这个 美国黑种人的民权解放的运动 其实就是刚刚所说的反越战的这个斗争 然后学生的进步组织像SDS 为了这个民主社会的学生组织 还有更加激进的Deck Answers 还有什么With a Man 像这样的黑人的激进的问题 那么另外还有大家可能还比较清楚的 就是美国的民谣复兴运动 我们的 我那组还算年轻吧 也迷过一阵子什么 John Bates啊 Bob Dylan啊 什么这些歌啊 他们这些歌都是 跟一般的这个流行音乐里面的 我爱你啊 你爱我啊 你今天晚上寄不寄默啊 那种不一样 而是从这个穷乡地里面去采集 来自于劳动者 或者贫穷地区的 所传留下的民谣 歌颂劳动 反对战争 歌唱生活之苦 也歌唱爱情的粗犷之美的这种民谣 有的时候再如实的唱出来 经过改编 经过重唱 这是一个运动 那后来当然我们在音乐上面有 这个EPM 或者BITNICS 这样的运动 那么 随身运动的洗礼出来的一些人力 这个居住在台湾所给他的各种价值 当时美国是自由世界的盟主 这个一些民主自由的典范 那么他们是被挑选出的精英 然后到美国受教育 也许在美国就找到非常好的工作 或者将来这个疫情还乡 大概是这样的思想 然后共匪是一个遥远的水深活热的地区 那么头发都长长的牙齿都是爆爆 人民的调道过来的生活 生活没有关系 所以忽然之间 美国文化界学院里面的激进化 跟他的反思运动 使得本来有一个遥远的北京 或者遥远的中国 忽然像电视荧光幕一样 一个特写 一个特写 拉到他的跟前来 据说有很多人都大吃一惊 忽然之间天安门 毛泽东 周恩来 样摆戏 都跑到他们的跟前 逼着他们非看不出 然后到同学的家具串门 这一打开 就是切给巴拉的大照片 或者是毛泽东的照片 或者是不知名的照片 然后逐渐的有些学生 就开始受到影响 开始寻找 这个被别国的学生 所称颂的中国的革命 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那么这个影响 我今天不是要讲这个影响 而是 而是讲这个一件事情 就是说 简单的说起来 台湾的文学思潮 从日去时代以来的主流 就像全世界一切的殖民地 半殖民地一样 那么文学的主流 是左翼文学的主流 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在这个殖民地世界里面 有着非常严酷的 这个可以从皮肤里面感觉到 还不必要从理论去感觉到的 那种阶级的矛盾 跟民主的矛盾 这种阶级和民主的矛盾 是以每天的水平 日常生活的水平 让你感觉到 所以 作者 文学家 艺术家 知识分子 殖民地的知识分子 不能不关切 不能受到这种激烈的 日常生活层次上的 这个阶级矛盾 和民主矛盾所吸引 再加上当时 是第三国际最兴旺的时候 威权最大的时候 因为1917年 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理论 而且在苏联建立了一个具体的无三阶级国家 我们现在回想起来 当然这个国家有非常多的问题 可是当我们把时光倒为到30年代的时候 当时的这个左翼的运动 或第三国际的理论的指导能力 是非常威望非常之大的 因此 那么 它就在台湾的民族运动里面 形成了一个重要的传统 那么 主张这个 在台湾社会内 并消除传统的封建的影响 然后 另外一方面 有消除帝国主义的压迫 帝国主义的思想上的 生活上的 政治上的压迫 成为这个台湾文学的 非常重要的主题 现在你们都可以到街坊里面 买到这个台湾文学的全集 有兴趣的同学一定会 察觉出来 当时最吸引人心的主题 比如 这个 地主 对地主的嘲讽 地主的儿子 在东京 读书 读个不上不下的回来 就像有点像 那个 鲁迅笔下的假羊鬼子 拿着一个羊拐杖 到处乱晃 或者是描写 这个女性的苦难的一种文学 描写女性在父权下面 这新旧之间 甚至于这女性跟日本警察之间的 各式各样的这种苦难 也描写这个 革命的男性 跟这个 这个 女性之间的矛盾 但是说起来很进步 可是她跟女性的关系上面 却是很落后 好像女性吃了很多的亏 像这样的文学 比起现在 那么现在当然是有一种 比较 只有这几年吧 比较按照所谓的这个 女性主义的本本去写的文学 我当时 是完全按照当时 台湾社会的议题 跟历史 具体的历史去写中 我想这方面似乎应该 有更多的人进行研究 因为重要的保护 那这些呢就是 可是这些价值 这些传统 换句话说 左翼的哲学 左翼的社会科学 左翼的文学美术的理论 跟随着 左翼的人脉 跟组织 一起 在受到两次的洗劫 一次是1931年 日本进军 东北以后呢 他对这些人进行全面的 起诉跟逮捕 那么第一代的左翼呢 这个时候大概摧残殆尽 那么逃亡的逃亡 做长期监狱 做长期圆医治 有很多人都做到 光复尤本出来 像谢雪红啊 像苏欣啊 这些人都是 第二个波次呢 就是 从1946年 来到台湾的时候 中共地下党的活动 那么到1952年 从1949年到52年的 这个肃清运动里面 大概 枪毙大概4千人左右 那么 刑期不长的 这个刑期不等的 这个有期徒刑 大概6千到8千 具体的数字 现在还没有 那么前几年 前两年吧 在 在这个 台北 这个公墓里面 一口气 在三个县场 出现了200多枚 这样被枪毙的 风墓 就是其中的 一个冰山的一角吧 那么这些东西呢 这种清除 我今天重点不再讲这个清除本身 而这个清除呢 不仅是清除了一些人 丧失了一些生命 剥夺了一些人的自由 更重要的是它摧毁了一种哲学 一派哲学之上的事 是吧 一派社会科学 然后 一派审美的 脾系 那么紧接着50年代 那台湾就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那么 透过这个 美国的这个 这个 这个 新闻中心吧 美国新闻处 透过 人员交换计划 透过游学计划 透过游学计划 奖学金制度 就完全 逐渐的换了套 然后就 产生另外一种 这个 到美国流水的精英 到美国流水并没有什么 任何的错处 而我要着重讲的是 完全换了另外一套哲学 换了一套 另外人文科学 人文社会科学 换了另外一套审美 文学艺术的理论 那么 这样 文学也是一样 文学的日举时代 基本上 由于刚刚我所说的 明显的原因 文学都显得 比较是 现实主义的 比较干涉生活的 比较为了这个 殖民地下面的 一般的民众 呐喊的 所谓的民众的文学 和民族的文学 这是世界上 各个地方的 这个殖民地 半殖民地文学的 共通性 和约而同的共通性 他们强调 文学应该写谁 写什么 那就写大众 写被压抑的 一种生命 被压抑的 这个不告的 没有脸面的一些 在文学的表达的方式 和形式上面 它立足 这个民族的特色 民族的风格 为什么 因为抗拒殖民者的同化制度 那么特别主张 用智能文学 后来被称为 相读文学的 重新的评价 那么大概也是从 首先是从海外的 这个 暴调运动展开来 我记得郭松芬写了 这个文章 在抖手上面 那么 重新去认识 台湾的相读文学 重新去清理 认识 评价 台湾的相读文学 那时候 在相读文学的论战之前 遭到非常非常多文章 那么 他们在运动里面 也重新去认识 中国三年代的文学 读到这些东西的作品 甚至把 像这个 这个 这个草语的剧本 也在海外 这个 这个学生界 重新演一次 据说我的小说 也被改变成 这个 这个 剧本 重新演一次 那么 一个政治运动 一个 一个 可以说思想的文化运动 也是跟文学结合在一起 所以在 这个 经过了六零年代 七零年代 美国社会本身的 文化思想运动 那么 为背景 那么当然 也不可否认 即便是 这个 当时六零年代末期的 这个 西方的这种 文化的思想的 反省运动 多多少少也受到 当时的 中国大陆的文革的影响 我现在这样讲是 有点奇怪 好像文革大家都骂的 怎么居然还能影响别人 那么实际上是 是 比如说占领校园啊 清算 这个 批评老师啊 批评学术权威啊 像这个 六十年代末期 跟七十年代初期的 美洲 北美洲 跟欧洲的校园 甚至日本的校园 都上演过 那么 那么 由于这样的影响 所以 那么 才开始回过头来 全面 这个 反思 台湾的文革 就在这个时候 在保调运动的同时 从七零年到七四年 在台湾展开了一个 这个 现代式批评 就是说 这个 对 五零年代到七零年代 非常盛行于台湾的 一种 超现实主义的 这个 现代主义的 诗歌